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直说一分钟 警务署2月14日公布去年全年共录得7048宗罪案 其中诈骗案录得近28000宗 占整体罪案余四成 受害者共损失48亿元 单看数字已经十分惊人 即使警方一直加紧防骗宣传 但情况仍未能压止 为了让防骗讯息入到屋 警方已经在行车隧道、电视、社交媒体及电影院等作出宣传 增加市民接触防骗讯息的途径 2月15日更推出防骗伺服器的手机版 防骗伺服APP 当局也可以考虑加强地区性的宣传工作 除了多在酒楼以及公园这些长者多逗留的地方 派发防骗宣传单张以及张贴海报 藉此远性宣传让长者吸收防骗讯息案 更可多联同地区组织举办防骗宣传活动 鼓励长者参加吸收防骗讯息 宣传防骗讯息 都可以一一推广举行 让不同年龄界别人士都能吸收到有关防骗讯息 是加强宣传案 警方同时必须积极与外地执法部门紧密沟通合作 认为不少骗案都是来自跨境诈骗集团 本港警方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 应加紧与各地执法部门联系 例如交换相关情报 共同协力打击跨境诈骗集团 令市民避免再墮入骗局 如果大家对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